这韩国农业到底是怎么了呀 总是在吃这件事上刷新我们的认知 不是天价白菜西瓜就是水果牛肉奢侈品 今年的甚至连大米都要代购了 这是拿着欧美的工资吃着亚非拉的伙食 还总是一副莫名的优越感 可是这些反常的背后却不是笑料 而是更离谱的韩国三农真相 这明明粮食不能自己 偏偏还要缩减耕地 这明明食品价格高涨 还要延卡进口关税 这明明重工业发达 却连尿素都不能自己 干旱了都不会人工降雨 而是一本正经的求神拜佛 白起香岸奉上猪头朗诵奇闻下跪磕头 严肃认真的样子 真的让人想笑都笑不出来 韩国一个人均GDP3万多美元的发达国家 那为什么农业会如此的荒诞呢 因为和所有农业国家转型一样 韩国经济腾飞也有三农问题的血泪 韩国面积10万平方公里 耕地17% 可平原面积也就20% 很像七山溢水二分田的浙江 搞工业化必然要和农村抢土地抢人口 却没有山河四省东北新疆这些奶妈来撑谣 历史上的韩国也是民以食为天 整体粮食自给率也是在80%以上 可是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 财阀主导国家政策不再保护农业了 怎么把农民往死里整就怎么来 甚至认为自家农业靠天吃饭 产量不定不能够保障粮食安全 只有靠自由市场稳定进口 那才是粮食安全 其实主要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让农民给工业化城镇化腾出宝贵的平原土地 第二打破国内农产品的保护 跟欧美交换工业制品对外出口的条件 早在1967年的韩国就加入了WTO的前身官贸总协定 2007年还和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只为给工业产品打开国际市场 交换条件就是打开国内农产品市场 削减了辣椒白菜苹果干具等等的关税 光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每年就超过100亿美元 韩国农民就成了牺牲品了 加入WTO之前的10年的韩国农业 年平均增长8.6% 之后的10年增长的速度就掉到了0.9% 从1988年到2019年 韩国水稻种植面积下降了40%以上 年产量下降了38% 年人均稻米消费量从1992年的112.9公斤减半 大米价格却还在继续的下降 因为进口小麦肉类消费增长迅速 关系国际民生的粮食蔬菜水果就越来越依赖进口了 韩国农民也没有坐以待毙 抱起团来对韩国政府施压 深土不二 这种只买韩国货的口号就是农民先喊出来的 从香港到墨西哥 韩国在哪谈判贸易 这农民就跟到哪 什么集体跳海 磕头扶药 唱歌绝食 花样百出人见人怕 2003年有一个叫李京海的韩国农民当众拿刀扎心 最后不知人亡 用生命抗议韩国政府拿农民利益给财阀太弩 于是政府只能够答应给农民关税保护 进口农产品关税当中 关税比例超过50%的高达60多种 最高的征收比例是887% 最典型的就是大米 不但有10年保护期 保护期过了 还有进口配额 额度内关税只有5% 配额外直接加到513% 一点也别想多进口 这韩国还搞了很多种有自由裁量权的额外的管制 比如说苛刻的农产品安全检测 真正的目的就是随时阻止进口增长 应可全国人民一起吃草也不能够扩大进口 降低菜价肉价粮价 一旦供应波动就只能够人力代购就极了 可是农产品那么贵 韩国农民挣钱吗 并没有 就在中国人往韩国运米的同时 韩国农民团体正在各地甚至国会示威 说米价太低活不下去 意思就是政府还得提价 因为韩国政府看似在关税上照顾农民 但是在根本制度上却对三农釜底抽薪 比如2002年就放弃了对农民土地的购买限制 让农民给工厂写字楼腾地方 最近10年耕地的数量整整少了一半 耕地红线根本是不存在的 韩国政府甚至还放弃了对高产水稻的价格保护 谁粮食种得多谁吃亏 理由就是要鼓励农民去贷款 种花卉种人参养韩牛 但是这些产业成本高 市场狭小风险是极大的 上游还被农业公司把持 很容易破产 就导致农民即便拿着政府的补贴收入 也还是远低于城里人 由于务农挣不到钱 韩国农民已经严重的老龄化了 一半都是在65岁以上 年轻人都走了 农民话语权也越来越低 农业技术也无人关系 2012年 韩国连一架人工降雨试验的飞机都没有 2019年才做了第一次失败的人工降雨 一旦干旱只能够求神祈雨 没有半点发达国家的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学者要说 韩国农村的解体速度 比世界上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快 你也许会说既然如此 韩国就该完全放弃农业 粮食全部进口 可是韩国的能源 钢材 化工等原材料都依赖进口 而造船 消费电子 汽车乃至半导体产业 又被中国追上 甚至逐渐超越 连续两年贸易逆差 同时间 美国的再工业化 也把韩国当成了抽血的目标 韩国企业的利润是越来越危险 三星更是暴跌了85% 外汇储备不容乐观 眼下美国还在加息 资本外流 外债如同达摩克利斯之鉴 一不小心 1997年亚太金融危机的国家破产之日 就要重演 总之 韩国必须靠大量外汇储备保证 金融安全 工业需求 无法全力的进口 满足韩国人的口腹之欲 不得不对普通人 维持高昂的市民价格 这一点上 财阀又跟农民达成了默契 所以说 别看韩国人均GDP 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 人均粮食消费量 肉类消费量 蔬菜消费量 水果消费量 其实都不如中国 作为工业化与国际博弈的牺牲品 越了解韩国农业这个死局 也就越明白 粮食安全这四个字 沉甸甸的分量 关注小瑶 知性理性 更懂人性